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日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吴承沃奔回家中汇报工作 才刚一进门就喊了起来 如他所言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过严重了一些 赵大姐匆忙从厢房里奔了出来 开口问道 何是如此严重啊 吴承沃上气不接下气 哎呀呀 我终于知道甘先生为何要千方百计地躲避这门轻使了 为何呀 甘先生 甘先生他 他有龙阳之后 断袖之辟也 我亲眼见他 与周同两人在院子里的地上 缠绵翡测 那场景 不堪入目 我都不敢多看 只看了两眼 哎呀呀 吓得我赶紧收拾东西就回来了 吴承沃说道 龙阳之后 断袖之辟 赵大姐疑问了一句 安娜 哎呀呀 吴承沃点头如捣蒜 胡说八道 还缠绵翡测 这词是怎么用的吧 有在地上缠绵翡测的吗 夫君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赵大姐不信 因为听起来也不可信 哪里会有人在院子里边缠绵翡测的 哎呀 夫人 你怎么就不信呢 虽然我只看了两眼 但是 我看见 哎呀 说不出口啊 难以启齿啊 吴承沃兴事担担 看见什么了 于我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哎呀 我看见 我看见周同把手 从干先生 哎呀呀 从干先生的当下给传过去了 吴承沃痛心疾首 什么 亲眼看见的 你是不是看错了 当真 千真万确 亲眼目睹 赵大姐想了想 说道 明日你我出城一趟 我亲眼去看看 实在不行 我就去问干齐 对对对 夫人定然要去问问 不能害了小妹 以往都只是在史书中建的事情 如今亲眼得见 哎呀呀呀呀呀 实在是害人哪 吴承沃兴许是读书读多了 那见识太广了 大早而起 夫妻二人便往城外而去 此时的干齐 却是往城内去了 干齐今日入城 便是准备在城内买上一处不大不小的宅子 以后晚间留宿城内 也有个落脚的地方 赵大姐与吴承沃 没有在干齐家中找到人 便向着相扑厂而去 相扑厂的几个入口处 皆是有告示牌 上面写着 今日比赛的场次 以及选手 还有赔率 周同对战冷甲鱼 刘廷龙对战李高阳 两人在门口看了几番 赵大姐人傻钱多 见到周同的名字 气呼呼地说道 今日也买一注 买周同的对手营 买那个冷甲鱼 赵大姐身后的小厮问道 主人 不知道买多少钱呢 买二十罐 赵大姐大手一挥 有钱任性 一旁的吴承沃心头低血 说道 夫人 自家生意 何必置气 咱不买 好不好 赵大姐听到自家生意 想了想又说道 罢了 听夫君的 不买了 不想一旁有热心人 接着说道 身为便良人 岂能不买 那冷甲鱼 一身横练绝技 筋骨如铁 疲入四缸 如金中赵体 任凭他周同 拳脚了得 没有兵刃 岂能奈何得了冷甲鱼 不买就亏了 吴承沃一边拉着夫人走 一边答道 不买 不买 我们不买 赵大姐 却还是做起了生意 回头跟那个热心人说道 你们买 多买 棱甲鱼必胜 一定多买 有多少买多少 吴承沃与赵大姐 敬场而去 那热心人鄙视道 哼 看他们一身华服 当是有钱人家 没想到 越是有钱 越是吝啬 果不其然 这么好的机会 却不知道把握 说完 这人转头便说道 也买二十五冠 此番能不能再取一房小妾 哼 就看这一遭了 赵大姐跟吴承沃 往贵宾席而去 依然是六十四强赛 场面是更加火爆 如今 倒也不是满场喊着 打周童了 其他赛事 也是精彩分成 盘口一开 每一场比赛 自然就会分出阵营 刘廷龙无敌 刘廷龙无敌 李高阳必胜 李高阳无敌 风秋刘廷龙 对手都是仇 忠目李高阳 对手都是仰 赵大姐看得那是 眉开眼笑 与吴承沃说道 夫君 咱们这是要发财了 吴承沃答道 哎呀 还是夫人高明 两万五千冠 不亏 这回夫君知晓了吧 这个家 若是没有我 辛辛苦苦的攒钱赚钱 咱们一家子呀 都给吃汤宴菜 赵大姐自得非常 比赛开始了 拳脚击打在肉体上的声音 那是噼里啪啦 几十步外都是清晰可闻 这就是所谓的 拳拳到肉 现场看这种 非表演性质的格斗比赛 那榜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风秋刘廷龙升 有人欢欣鼓舞 一蹦三尺高 回家准备取小倩 有人破口大骂 哀声叹气 回家准备跪搓一板 轮到周同和棱甲鱼上场了 打周同的声音 这才响彻云霄 似乎是满场所有人 都没有分阵营 全部都支持棱甲鱼 就算是买了周同胜的人 此时也不敢出言为周同加油 甚至还得故作一番义愤填膺 也跟着喊几句 打周同 打周同 比赛开始 周同拳脚噼里啪啦 往棱甲鱼身上招呼 棱甲鱼却是毫无知觉一般 张开双手 满场追着周同 追着周同挨打 大概是想扑住周同 按到身下 便是一通的乱拳猛砸 抓住周同 打死他 打死周同 果然 果然周同奈何不了这棱甲鱼 棱甲鱼此番又要胜了 我的小妾要到手了 终于 终于棱甲鱼一个前出 把周同给抓住了 两人左右擒拿 周同似乎是力有不殆 即将倒地 好好好 棱甲鱼必胜 赵大姐也是看得激动非常 口中频频大喊 打败他 打败周同 打败甲鱼的 无成卧见赵大姐找不到形容词 接着说道 兔儿爷 兔儿爷 来形容断秀之男 兴许出自木兰词的双兔棒递走 安能辩我 是雄词 赵大姐得了提醒 立马说道 对 打败甲鱼的兔儿爷 兔儿爷周同 自然是听不见贵宾席上赵大姐的呼喊 在即将倒地的时候 拉住了棱甲鱼的一只手臂 自己主动地往后一倒 双腿弹起 随即是周同与棱甲鱼两人双双倒地 接下来那一幕 那就是十字顾了 所有人见到两人双双倒地 皆是兴奋非常 便是知道 棱甲鱼就等这一遭了 依然有人大喊 棱甲鱼赢了 棱甲鱼赢了 周同输了 周同输了 节气呀 好啊 打当 打当 狠狠地打周同 打得他是生活不能自理 如此方才能节气呀 棱甲鱼听到了众人的呼喊 只是如何也起不了身 看起来周同不过是把双腿架在他身上 但是好像周同双腿之力 就把棱甲鱼按在地上起不来了一般 当然 其中还有一个细节 那就是棱甲鱼的一只手 从周同当下穿过 被周同双手死死地抓住 周同还不断地挺起胯部 用来背住棱甲鱼的手 棱甲鱼已然是使出了浑身力气 疯狂扭动翻滚 却越是挣扎 手臂疼痛越是难忍 这一幕 吴承沃忽然觉得似曾相识啊 擦了擦眼睛 再看了几眼 场面忽然僵持住了 满场都是着急的呼喊 棱甲鱼 快快快起身啊 棱甲鱼 你快起来呀 棱甲鱼 你快起来呀 你快 棱甲鱼脸都已经憋得通红了 疼痛难忍之时 甚至也想过张嘴去咬周同 但是终究是忍住了 也知道只要自己一张嘴 那就立马就输了 一旁的裁判也是趴了下来 在擂台上转起圈去看 也没弄懂 这周同怎么就把棱甲鱼给支住了呢 终于 已经强忍了许久的棱甲鱼 开口大喊 我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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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周同面色一笑 松手松脚站了起来 裁判已然抓住了周同的手 举起来 大声喊道 周同上 满场观众叫骂大作 空中皆是人抛过来的赌票 纸片飞舞如鱼 厂下那些相扑手 也在不断的互相讨论 讨论周同这一手 到底是如何制住了棱甲鱼 有人说是因为这般 有人说是因为那般 台上的赵大姐失望之余 也是回过神来 盯着自己老公 眼神不善 口中问道 夫君所言龙阳之好 缠绵翡策 可是这般 无成我愣愣地点头 夫人 你也看到了 周同与那棱甲鱼 这般动作 是不是不堪入目 怪不得我 你一个老实人浓为大眼的 怎么也搬弄起来是非 赵大姐很生气 夫人 这怪不得我呀 这般动作 岂能不叫人误会呀 无成我苦着脸解释道 赵大姐确实又说道 看来周同之所以能够打败如此劲敌 过神之法乃是甘齐亲自传授 甘齐当真是了不得 隐文云武 十足的大财 还不知道这甘齐到底藏了多少本事 死等人才 定然不能叫他逃出老赵家的手掌心 无成我也是连忙点头附和 哎呀 夫人说得及时 甘先生文武双全 实乃是不是出的动良之才 安邦立明不在话下 走 回家 赵大姐对无成我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扭头就走 无成我连忙去追 哎呀 夫人哪 不是我要搬弄是非 当真怪不得我 赵大姐回头说道 还说什么龙阳之好 有本事你也去学一学 甘先生的这般龙阳之好 你看看 手无腹肌之力 既然到了甘先生门下 也当与之学一学这些本事 练个强健体魄 夫人 我学 我考完试就学 我学还不行吗 夫人 慢慢点 等等我呀 夫人 哎呀呀 这下可糟了 本集先播讲完毕吧